今天秋老虎的天氣 中午最熱的地方 在板橋側站到達了 35.7度的高溫 不過這樣的高溫天氣 就到今天的白天 因為今天晚上的深夜之後 北方的冷高壓開始要帶 東北季風進入台灣的上空了 所以我們的溫度狀況 到了明天的時候 北部的朋友就會感覺到 明顯的溫度要下降了 那我們就來提醒大家 注意幾件事情了 第一個 海邊活動的朋友要注意 因為我們的風浪 將要由小浪逐漸的轉為大浪 時間點就現在這個時候 開始改變 因為北方的冷空氣 已經逐漸的到達了 台灣北部的海面 我們的風向將會變成東北風 正風的部分 甚至在北部海面 會達到有9級的正風 而在台灣海峽的 西半部地區的海邊的部分 像在台中的 無期加一的東石 甚至到達恆春鎮的洛山峰 都也有達到9級的正風 所以在這個海邊活動的朋友 尤其是騎車的朋友 側風牆 騎車要特別的小心 往北走 雲乘量增多了 高溫的部分也會略微的下降了 這樣的幅度來說 中午的溫度差距還滿明顯的 像今天的台北市 到了34度的高溫 板橋側站可是到達了 35.7度的高溫 但明天的高溫的部分 就在26度 有沒有注意到 溫度的差距這麼一減下來 可有8度的差距 所以在北部的朋友 會感覺到中午的溫度 是舒適有一點點偏涼 但早出晚歸的朋友騎車 可就要注意了 因為低溫的部分 會有25度的低溫 降到了23度 所以溫度的感受上 在夜晚溫度是略微下降 而對於南部來說 海邊的陣風會偏大 不過溫度狀況 在中午的南部 還是有在31度的高溫 沒有到32 33 但是中午熱 早晚涼 日夜溫差相對的明顯 早出晚歸 在南部的朋友要注意 是日夜溫差會比較大一些 可是如果你到了 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夜晚的溫度 可就在10度以下 越高越寒冷 穿著方面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這一波的東北季風 從禮拜三開始逐漸的增強 冷空氣的強度 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 會略微的減弱 不過國慶日下個禮拜一的時候 東北季風又再度增強 往北走 濕而涼的感覺 北部會有些雨 但對於中南部來說 是屬於一個晴朗的天氣 所以國慶的連續假期 你要安排戶外的活動來說的話 過了桃園以南 全都是好天氣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我先用這張色調強化的雲圖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注意到 北方的冷高壓 從西伯利亞快速的南下 冷空氣的強度 已經逐漸的通過了黃河流域 而開始通過長江流域了 而我們也可以注意到 在晚上的雲圖上面 包含了浙江 包含了福建這邊 已經有雲層逐漸的發展起來 因為這裡就是 封面雲帶所在的位置了 封面往東的方向走 北方的冷高壓 冷空氣 預估在今天深夜的時候 就會開始接近到 我們台灣的上空 第一個你會感覺到 到了晚上的時候 北部地區的朋友會覺得 正風開始起來了 風向開始不是已經 偏著東南風或東風 而變成是一個偏的東北風進來 而從彩色雲圖上面 也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冷高壓 在昨天的時候 冷空氣的強度 是逐漸的通過黃河流域 今天的白天已經通過長江 而現在晚上開始冷空氣 即將要逐漸的進來了 所以風向的改變 也會使得 因為東北風的吹進來 把海 教你三招快速找到女朋友 第一點要讓自己很會聊天 哪裡 新北 台北 基隆 宜蘭跟北花蓮 到了南花蓮的話 是多雲時勤的天氣 最主要就在台東這邊 是雲層量越多 雨的部分少 但在中南部來說 仍然是屬於天氣晴朗 所以天氣狀況來說 南北不太相同 可是風過了台灣海峽 會有管道效應出現 就會使得整個沿海的陣風 明顯的偏大 從地面天氣圖上 就可以注意到 西伯利亞的冷高壓 很快速的下來 現在冷空氣 有沒有看到氣壓梯度線 已經逐漸的通過了 長江流域了 今天晚上到深夜的時候 冷空氣就會開始逐漸下來 進入我們台灣的上空 時間點 週三到週四 還有大概到週五的時候 都是北方冷高壓影響 週六到週熱的時候 冷空氣略減弱 可是北部還是在東北風影響 接著我們來看兩個時間點 一個就來看到10月9號 10月9號禮拜天的晚上的時候 可以注意到 整個冷高壓下來 另外一個冷高壓要下來 冷空氣的強度 又開始進入台灣上空 而到了10月10號的當天的時候 北方的冷高壓系統 又帶了冷空氣進來 這股冷空氣就比較強一些 比我們明天要接近的冷空氣強 因為北部地區的高溫部分 就會大約在24度左右 晚上的低溫的部分 就會降到大約在 19度到20度之間 所以10月10號 這股冷空氣的強度 會比我們在這兩天 下來的冷空氣 還要再更強一些 從衛星雲圖上也可以注意到 水氣量來說 只有在迎風面有點水氣 其他地方來說 仍然是天氣晴了 就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 晚上的溫度形態來說 還沒有下降 明天白天可以注意到 高溫開始降 今天的34 35度 明天就在26到28度之間 雲層多 溫度就降 但桃園以南全部天氣晴了 中部地區天氣晴 中午高溫還有山山 但是到了明天晚上的 溫度狀況會下降 今天的晚上溫度 南部還沒降 明天的晚上溫度 南部也會下降 東半部地區會轉有 短暫雨的天氣 主要在花蓮以北 外島地區來說 只有馬祖雲層量增多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 東北激風的影響持續下去 下一股東北風預估就在 週一的時候再影響我們 但溫度的降幅來說 到了下週一相對的 會比較明顯 外島地區的話 都是屬於一個比較偏涼的天氣 小丁寧 兩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涼 騎車要保暖 海邊風浪大 海邊活動的朋友要